因为疫情以来有很多的专家也建议说要补充维生素D 对于这个抗新冠是有帮助的 尤其在以色列二月份发表的新的一项研究发现 被称为目前关于维生素D抗新冠最强的证据 所以这份研究发现维生素D对新冠有什么样的效果 那为什么又说它是最强的证据呢 可不可以请董摩师我们解析 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研究它就是给大家传递的一个主要的message 就是维生素D它感染前的体内的维生素D的水平 跟感染新冠之后的严重程度是相关的 那我们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维生素D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功能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一个促进肠道的这个钙的吸收 另外就是维持一个骨骼的正常的发育 保证这个钙子在骨质的一个正常的沉着和钙化 预防这个勾楼病孩子得的 还有预防老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等等 骨软化等等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功能 所以大家也就是说很多人都比较注重补充维生素D 但是就是说维生素D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功能 比方说它能增强人的免疫力 那这个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的研究 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辅助的一些证据 怎么讲呢 这个以色列的研究呢 它是来自于我们来看看这个以色列研究是怎么做的 我们知道以色列还有很多一些中东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们有一个普遍的人群科学家们就发现 大概有80%的以色列的人 他普遍的缺乏一个维生素D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就是说经常服用一些维生素D的一些补充剂 那当然补充就有高有低 所以在以色列的一个很大型的医疗研究中心的一个支持下 他们收集了在去年感染这个新冠病毒的一群人 然后呢再包括收集了他感染这个病毒之前 一共两年的血清维生素D的这个血清的这个水平的数据 然后通过这个回顾性的这个分析呢 分析这个感染前维生素D的水平 跟他们得新冠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些主要的一些数据 首先就是说得完新冠之后他有轻中重 发现在重症的得重症的这一群人里头 他的维生素D的缺乏的状态 是明显的高于得轻或者中度的这个新冠病情的 区别有多大呢 重症的有可以达到87%的人在感染前 他的维生素D的水平是不足的 是缺乏的 而轻度或者中度的感染的新冠的人呢 他在感染前他的维生素D的缺乏的水平只占到3%至4%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他们也做了更详细的一些分析 包括一个叫做多变量的一个回归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它首先是按照维生素D的水平 我们给它分了四种 一个是不足 不足就是小于20纳克每毫升 然后还有就是20到30 20是一般的轻度的一个缺乏 大于30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然后超过40就是正常的 比较理想更理想的一个正常水平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的横坐标 它就是把病人分成了四群 轻、中、重或者是微重 然后重坐标是维生素D的感染新冠之前的水平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大致的可以看到 跟刚才的这个类别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讲 得轻度新冠的人 他感染前微生素D的这个水平 是明显的高于感染中或者重度的 这一群患者的 那这个可能性就是随着这个病情的越加重 他的感染前的微生素D的水平就越低 所以这个相关性的分析给大家提示出 感染前的微生素D的这个水平 跟他的病情的轻重之间 有着显著性的相关性 做了一个曲线的模拟 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 和他的血清的微生素D的这个水平 做了一个曲线的模拟 发现得新冠之前的这个基线的微生素D的水平 确实是他得之前越重的人 越重的人他得之前的这个水平是越低的 所以这个曲线就是越往右这个微生素D的水平是越高 越往左是微生素D的水平越低 而且是越重 病情越重 那这个在不同的年龄组的人群中 都有一致的趋势 不管是50到65岁的 还是说50岁以下的 都呈现一个一致的一个趋势 这也是一个 另外他还分析了在感染前 微生素D小于20纳克每毫升的这个年龄组里头 他患重症或者微重症的可能性 如果基线前的水平是大于40纳克的这一群人中 是他的14倍 而且这个P值是小于0.0001 这应该有一张图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说给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说也是大家可以看到 不光是一个严重程度 而且还影响他的死亡率 而且他跟年龄各种不同的年龄 也都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研究给大家的一个提示 就是微生素D感染之前的这个微生素D的水平 对人的这个影响是无处不在 这张图也是给大家进一步的指出来了 如果说感染新冠之前 体内的微生素D水平是正常的 比方大于30或者更高 新冠的这个死亡率 也就是一个平均的水平 全世界的新冠死亡率是3%平均值 然后如果是感染新冠之前 他的这个微生素D水平 是一个缺乏的状态 那他的死亡率就增加到了26% 增加了大概七八倍的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显著的一个身高 所以刚才为什么说这个研究 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研究呢 因为他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 相关性的一个分析 把各种因素都拿来做一个比较 然后最后得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相关性 不管是看各个组的这个发生率 不管是看重症率 还有不同年龄组亚组来看 还有看死亡率 得出来的信息都是一致的 互相之间都能说明一个趋势 一个规律 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数据 是 那么说到这个部分 补充维生素D要多少才有效呢 就是让体内的维生素D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才算是有效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补充维生素D之前 我们大家先要看一看 看我们的体内维生素D缺不缺 这个维生素D不是说谁都要补的 那不缺我们是不用补的 不要去盲目的去补 所以我们也看看哪些人容易缺呢 一个是成长中的孩子 比方尤其是出生时候一岁以内的婴儿 他生长非常快 骨骼发育非常快 所以这些他容易缺 一般是需要补 另外就是年长者 年长者他容易缺 容易补 需要补 另外妇女 尤其是在绝经期等等 需要补一些 另外就是经常在室内工作 很少晒太阳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维生素D 是靠我们的皮肤吸收这个紫外线 紫外线的一个成分UVB这个成分 这个能合成我们体内天然的这个维生素D 这个是能够就自然的给我们补充的 所以很少晒太阳的人他就容易缺 另外皮肤黑的人也容易缺 因为他的黑皮肤阻挡住了紫外线中的UVB的这个成分 所以导致维生素D合成不足 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消化系统有疾病的 比方说他有一些障碍脂肪吸收的 这个维生素D是脂溶性的维生素 他需要跟这个脂肪在一起吸收 然后这样吸收的才更加好 所以这些有消化系统疾病的做个手术的 然后有一些吸收不良的也会缺 那这样缺乏的人怎么去补呢 人们通常会说从食物里头补 比方说动物啊 比方说鱼类啊 还有牛奶啊 动物来源型的食物 还有一些植物来源型的 比方说香菇等等 这些含维生素D的含量比较高一些 然后其实啊 从肠道里面吸收的这个食物来源的这个维生素D 它是有限度的 因为人的吸收能力是有一个饱和值的 那其实最自然的补充方法 也是最好的一个补充方法 实际上是充分的晒太阳 我们这个晒太阳啊 不是说在屋里头隔着玻璃晒就行了 因为这个窗户啊 它能够阻挡紫外线中的这个 能够促进人产生维生素D的这个成分 所以我们要到虎外去晒太阳 一般的话 一个星期能够有几次三到三四次这样的晒太阳 每次有个半个小时左右 就足够我们全身的这个维生素D的这个供应了 而且呢 这个自然晒太阳呢 补充维生素D还有一个好处 它不会超量 因为研究发现 晒太阳晒到二十多个小时以后 体内的维生素D的这个水平 升高到一定的值 它就不会再升了 它有个天然的自然的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也看到人体的这个奥妙 在我们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个阳光和正常的这个生活方式 我们只要去安排好我们的时间 有足够的这个户外的这个时间 能够享受这个阳光的这个照的这个过程的话 其实我们天然的这个维生素D就够用了 但是户外晒太阳 很多女性呢 她就是喜欢抹一些防晒霜 这个防晒霜 它能够阻挡太阳光中的紫外线B的这个吸收 所以还真的不能抹 抹了的话就会阻碍 那为什么说很多人抹了 她也不缺呢 就是因为她抹的不是全部的 她不是全部的抹 所以那些没抹的地方 它还是有正常的吸收紫外线B的这个功能 它能够合成一部分的维生素D 但是最好还是不要抹或者少抹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 也是最自然最安全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保持充分的户外自然的这个晒太阳 少抹防晒霜这是一个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补充一些 口服的这个维生素D的这个D剂 这个补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的人群的这个状态特点 它都有一个推荐的一个指标 这个补充呢也不是越多越好 有一个控制的一个范围的不要过量 所以呢从这个维生素D的补充方面 我们可以学到就是说其实自然的生活方式 传统的自然的生活方式 户外的这个足够的晒太阳的这个时间 对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健康有益的方式 太阳不光给我们一个温暖的感觉 让我们心情也比较放松 人们很多人看到太阳 其实容易产生一些好的心情 如果是阴天下雨就容易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出来 所以但是太阳还给我们补充我们的维生素D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现代人 就是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 而且大部分人都经常在室内长期的工作 比较少运动 而且比较少晒太阳 这个也可能是现在人容易得一些各种就是说慢性病 还有一些缺钙缺地这种原因所在 那说到这个部分呢 还有哪一些营养素是对新冠证明是有抵抗的效果呢 说到这儿 其实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个维生素D的这个功效 其实维生素D它有很强的 这个对人体的免疫力的一个保护的效果 它能增进人体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功能 而且还能够减轻人体的慢性的炎症的一个状态 还能够促进做到一个就是帮助人体更好的预防癌症 因为慢性炎症状态 其实对人的这个很多健康是不利的 包括它能促进一些慢性病的发作加重 还能导致这个慢性炎症 能够促进癌细胞的这个生长等等 所以维生素D的补充对人体有方方面面的效果 所以就是刚才的以色列研究 它是一个现象背后揭示出来的原因 也是说明了这个维生素D对人体的 这个很好的一个免疫力的保持的一个作用 才导致人体感染新冠的这个降低 它的重症率和死亡率 这是再补充一点 再回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其他有哪些营养素能够增降 能够帮助人体提高免疫力呢 其实有很多的营养素 包括我们常见的一些维生素 还有多种微量元素 这里我给大家稍微提几个 我们可以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 这个表里头就是把不同的免疫细胞 不同的这个免疫屏障 还有不同的维生素 对人的各个免疫屏障的这个保护促进的作用 给大家在这里梳理了一下 比方说维生素A 它就是对上皮细胞的这个完整性 非常重要的一个维生素 维持上皮粘膜细胞的这个正常的 抗击病毒细菌的一个功能 再在第二道防线很重要的一个维生素 而且它就是说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方方面面的 很重要的一个免疫防线的一个部分 那摄取方面的就是说深绿色 或者红色或者橙色的一些蔬菜水果 它这个维生素A 比方胡萝卜 还有等等这些蛋黄 这些其实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都比较高 这是维生素A 另外这就是维生素B B组的维生素 这一类有非常多 这是水溶性的 这里面的这各种B维生素 发现它对自然杀手细胞 还有吞噬细胞 包括T08细胞等等 这些细胞的正常的一个 抗基因这个病毒和病原微生物的 这个天然的这个功能 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维持和促进的作用 所以这个维生素B组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维生素 这个在一 然后还有就是维生素C 它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蔬菜水果里面都是 所以我们蔬菜水果加温的时间不要太高了 然后蔬菜水果也是尽量的 就是包了皮之后尽快的短时间内就吃掉 这样能够最大限度的增加这个维生素的吸收 是 听起来好像就是我想身体的维生素 就是还是要尽量的多补充 隐食均衡是非常重要的 好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非常感谢东宇宏博士的解析 谢谢您 谢谢舅舅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 好 其实说到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还在享受着疫情下降 还有Omicron不容易引发重症的这种轻松情绪中 但是刚才的董博士解析 又来了一个可能引起担忧的病毒 但是幸好我们已经在专家的解说中 更了解如何提高自己免疫力的重要性 也明白了在这场疫情下 强化人体抗病毒机制 还有深入认识我们人体 才是这场疫情战争中的赢家 那么我们也应该更互相勉励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抗病毒免疫力 期待下次的专家深入的解析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在疫情下有帮助 欢迎您订阅 同时分享健康1加1防疫身心灵频道 给您的家人朋友 我们一定会继续为大家追踪 陪伴大家找到一条真正防疫的路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